新浪娱乐的朋友们大家好,我是蔡徐坤 新浪娱乐的朋友们大家好,我是蔡徐坤 因为其实有蛮长时间没有像这样子跟他们有一个近距离的约会 而且这一次是因为是四面的舞台 所以离他们的距离比较近 这个还蛮兴奋的 现在属于对舞台的新分钟 对 因为一想一下可能今天剪辱会直播到最后的时候 大家会哭一哭 我觉得尽量别哭 因为我不是一个很擅长离别的人 希望还是以很开心的状态去面对这次的写场 那现在如果让你现在想一下 觉得这十八个月我们的水平安分寸 对于你来说最精彩的机会是什么 我一闭眼就是我们排练 我又在喊 那个谁回来一下 那个谁回来一下 别聊天了 就我一般就是在这个状态 还是很严肃的事情 就排练 然后当然最美好的画面就是我们每一次开见面会或者演唱会的时候看到台下的他们 那那个时刻是最感动的 对 我觉得我们九个就是创新者嘛 像我们的歌一样 其实就是九个创新者 那其实这九个创新者每个人又有自己的风格和性格 所以我们一开始在一起的时候会产生一些非常好玩的化学反应 比方说有一些是比较调皮的 有一些是比较安静的 有一些是比较专注舞台的 有一些是可能会比较喜欢搞怪的 都有 反正就是在一块就是每天就是打着闹闹的 但是分开了还是会很想他们这样 你觉得大家这十八月的创新这个创新怎么样 成绩我自己也不知道怎么去评价吧 但是我觉得反正所有走过的经历都会变成财富的 对 对于要离开那种整年的事情 我们不知道对你们说是比如说 你觉得会有一点事情安全感 或是有其他的感受 反正我觉得就继续朝前看朝前走 这是我们所有人共同的一个目标吧 其实 在这十八月其实你也经历了很多事情 对于你来说也算是有心动力的 你到现在有最大的体育是什么 最大的感受就是会有各种各样的意外也好 各种各样的事情在不断的发生 但是你一定要保持住自己的一个状态 和自己专注的东西一定不能分心 这个是最重要的 那我觉得其实外界对你的关注 不管是重度也要关注面向 今天的这一点 那需要再慢慢的一个趋好一个状态 或可以追求舞台 或可以追求舞台 我觉得任何的事情 其实都是通过时间会慢慢的 就是当你在坚持一件事情 你一直在做这件事情的时候 一定会慢慢的被人们看到 所以就是通过时间来证明一切的东西 因为我身边有一些做音乐的朋友嘛 所以每次听到他们说 哎哪个音乐人啊对我的音乐的一些评价啊 或者说他们对于我的音乐的感受啊 我听到这些东西的时候我是最开心的 因为我觉得不管怎么样 有人在关注你的音乐 这个就是一直以来 其实我最最希望得到的东西 对 你喜欢蒙正眼吗 对 谢谢谢谢 确实是一个蛮花心思的一个作品 也是我希望大家通过作品来了解我嘛 那我觉得蒙正眼算是一个蛮有意思 蛮好玩的一个这样的点给到大家 感觉是你过这年半期 心态也在打开 或者是怎么说越来越勇敢 体重在变小 心态在变大 不适应也得适应 反正就是大家开心就OK了 对对对 今天大家都会觉得你对自己是有很清新目标的一个人 你会觉得自己在工作中会有一段时间迷茫 或一段时间很低的吗 我跟你说我最迷茫的时候就是减肥的时候 因为我曾经说过一句话 我说我是吃不胖的 我看到你最近也会踩到打脸 对然后就怕就打脸了你知道吗 然后就一下就胖了 但是我一下子又瘦了 你最近瘦了多少 我说出来可能就有点吓人 我瘦了二十斤 怎么剪的要不要分享 你不知道就剪了多变弃大家 我觉得我可能方法不是很健康 就不分享了 因为我是不吃主食 对对对 但不太健康 我就建议大家不要这样 其实还是比较上级 为了舞台的效果很好 对对对 那其实现在已经马上就要毕业了 最后对纳克森毕业生 蔡主婚说一句话的话 你想跟自己说什么 恭喜你毕业了 也恭喜那个大厂的男孩 教了一份还算可以的作业吧 继续好好地做今后的功课吧 还有很长的路要走 其实 最后对兄弟们说一句全自要说话 就像我写的歌一样 希望九个人的梦都能一直延续下去 请不吝点赞 rosy